好,大家好,我是Mr. Munso 今天會跟大家講S2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10a, 平方筋和不進筋的Part 3 好了,我們終於就要講一下筆記的第二點了 就是叫做不進筋,為什麼呢? 在之前兩個影片都說了 平方筋其實是幫我們找到一顆數字 這顆數字字成了之後就會是2 這樣呢,如果你按計數機1.4, 1.4, 2, 1.3, 5.6, 2 二次了,其實是做一個近次值的2 就未必是真正的2 其實這裡的數字會不斷走下去 有幾長呢?我也不知道有幾長的 可以說它是無窮無盡的 所以名字就叫做不進筋 即是說,如果你開方筋 你找到一顆數字,它能夠自成的話 而這些數字是無限的延長 我們就說這個叫做不進筋 簡單一點說一句 如果你按計數機,看到一些古古怪怪的數字 那個都差不多是不進筋 其中筋2,筋3,筋5,筋11 最初你學習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叫做不進筋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深究 我會不會拿個1.4, 1.4, 2, 1.3, 5.6, 2 自成去證明它是這個2 不需要的,暫時就是摸著石頭那個 暫時的理解對不進筋 看看例3 事不使用計算機,求下列各不進筋的整數部分 OK,根19 到底整數部分是甚麼呢? 第一件事,根19 如果你按計數機,你會知道 它是4.35898944 整數部分就是4 點數前面的就是整數 那怎麼找呢?有沒有甚麼方法呢? 其實就用了1.3,1.3 上高一個筆記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二次方的表呢? 我們呢,這個方法就是 從這個19到它是在哪兩個平方數之間呢? 其實這個a二次我們稱為平方數 這樣就會在16和25之間 不相信嗎?不相信 你就拿一個4的二次 4的二次 做了甚麼? 4的二次就做了16 5的二次 5的二次 5的二次就做了25 即是說19介乎16和25之間 所以Doremi一起去取了平方筋的話 我們就說 哦,根19其實就介乎4和5之間 最後當然是不少的總結 所以根19的整數部分是4 好了,到我們看這個根168 那根168的整數部分是甚麼? 那我又找吧 哦,168其實就介乎144和169之間 好,這樣就行了 那我就說 哦,因為呢 12的二次 和13的二次 就是夾住了168 那所以呢 1,2,3,3個人一起去取平方筋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哦,根168 就會是介乎在12和13之間 那它的整數部分 哦,我們知道了 根168就是12點多 那整數部分就是12 就是這樣簡單 好,請大家Postrar面 去做這個即時練習3 然後回來一起對答案 謝謝大家 好,那 開心的時間過得真是快了 我們看看答案 試不使用計算機 求下列不盡根的整數部分 好,根5 啊,5這個數字 是介乎哪兩個二次數字之間呢? 哦,原來介乎9和16之間 哦,因為呢 5呢 就介乎4和9之間 那所以呢 所以大家一起取開方筋的時候 根5呢 就會介乎2和3之間 那記得了 啊,2次和黑方筋會不會相比呢? 沒錯了,就是抵消 那根5的整數部分呢 就會是2來的了 OK,好,那就看看跟199了 又是查一下表先吧 到底199呢 介乎哪兩個數字之間呢? 哦,199呢 就會介乎196和25之間 那就先寫下了,不要不急啦 那我們三個數字同時間都會取開方筋的 好了,就問了 到底96是哪個數字的二次呢? 當然是14 那225呢? 當然是15 哦,那所以呢 就跟199呢 就會介乎14至15之間 哦,有什麼數字是介乎14和15之間的 就是14點多 那既然是這樣 我就說它的整數部分就是14了 OK 那我們看回這個影片 就兩點 第一點就是那個所謂的不盡根 即是說 開方筋之後呢 那個小數是不斷地無限延伸 而且還要你猜不到下個數字是多少 OK 好了,那另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呢 就不用計算機去找回那些的 開方筋到底它大概的數值是多少呢? 我們就看它的整數部分 那怎麼找呢? 就是我們一定要呢 就配熟了那個二次方的數字 即是我們叫做平方數 平方數字 那我們就是 看看到底那個根數的數字 是介乎哪兩粒數字之間的 或者是介乎哪兩粒平方數之間的 好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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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